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主高于我们 主啊 求主使我们照着上帝的话语 处在最卑微的 最莫习 始终向您告白 我是最人中的罪魁 这时候主与我们同行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主啊 求主赐福于我们每个人 使我们每个人拥有晚年的祝福 使我们每个人拥有幸福的家庭 按照我父赐予我们的允许 使我们每个人的灵魂得救 祝福恩 为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献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命运得到变化 我们都希望过上美好的日子 而我们内心存的这种心 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 传道书三章十一节 上帝赐予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守望美好的事物 而唯独敬畏上帝的时候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唯独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使我们去天国 上帝是让我们平安地生活的 而我们却不认识这一点 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平安地生活 能够幸福地生活 这是上帝要求我们的 当我们为他人的祝福祷告的时候 我们能过上平安的日子 我们不平安的时候说明 我们总是看不得人好 不求他人的祝福 反而恨别人 反而是恨自己 恨别人 恨自己的父母 这时候自己身上会烙一身疾病 生命纪七章十五节 凡是我在恨别人 无论我恨谁了 最终我自己身上会有癌症 身上有疾病的信徒 分明是在恨别人 不喜欢谁了 我身上突然有了肿瘤 为什么会有肿瘤了呢 哎呀 我胳膊腿特别的酸痛 为什么会酸痛呢 分明是我讨厌谁 我恨谁了 恨别人的时候 自己身上会有疾病 死的是自己 上帝的爱是让我们爱所有的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要去爱 我们都希望得到祝福 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得到这样的祝福 上帝首先劝导我们 让我们平安的生活 上帝第一劝导我们的是 让我们平安的生活 而好多人来到教会 却不认识这一点 我怎样才能平安的生活呢 我的心愿得到实现了 我拥有平安 我的灵魂能去天国 在这世上平安 而大家知道在这世上 我今天有了满足的生活 但是持续十年之后呢 心里还是不满足 比如说 我十年以来工资都是一万块钱 那么一直持续这样的状态 就不开心了 希望自己能涨点工资 而约瑟呢 一分钱工资都没有 而却献出生命来献忠心 结果成了一国的宰相 约瑟怎么会有这样的心灵呢 因为耶稣存的是耶稣基督的心 全为他人的益处着想 我们如果总是在分 这是我的事 这是别人的事 我就大概大概地做吧 这时候不可能成功的 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 无论我在做什么事情 我随随便便 大概齐大概齐 做的时候一定是走向败坏的 好多人上班的时候 还能凑合着 但是离开单位 自己创业 自己做生意 结果就起不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是因为在工作 在上班 在单位的时候 没有当做自己的事情 来好好做 这些内容一定要认罪悔改 得到饶恕 在单位 比如说我升职了 在这世上都是属于恶 恶人之间相互利用 哦 我都给您开工资 我给您升职 我们以为这就是成功了 反而是被恶所利用了 不懂得这基督奥秘的时候 不敬畏上帝的时候 自己就飘飘然 自以为是飘起来了 结果走向了败坏 被粉碎了 不懂得降碑下来 所以在这社会 无论做什么 总是不成功 而四阶段悔改 是让我们常常站稳 站在磐石上 站在大家眼前的 不足的普兰我培养牧师 一直是献出生命来做一件事情的 面对上帝的事情 一定是献出生命来做 而大家从来不献出生命 这生命不属于我们的 生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 本身这生命是属于主的 敬畏上帝 正是让我们把生命全交出来 这才是敬畏上帝 我们找下真言二十八章十四节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祝福 站在大家眼前的牧师 如果领受了祝福 信徒也能得到祝福 相信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真言二十八章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义二 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 必陷在祸患里 阿们 我们都要成为有福的人 最终去天国 使我们的儿孙越来越好 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新盛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 那既然真实的盼望 那么就真实的敬畏上帝吧 唯独敬畏 使我们领受这一切 而这敬畏上帝告诉我们 常常敬畏我们是做不到的 所以上帝要求我们 我们要常常敬畏 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要常常敬畏 而同时上帝教导我们 常常敬畏我们人做不到 很难做得到 什么是敬畏呢 敬畏并不是光 自命意义上的敬畏 常常敬畏是有福的 常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我们找下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常存敬畏的时候 使我们去天国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据说我们国家的交通事故 死亡率在这世上排第一 这是很大的灾难 那谁能为我们抵挡住这样的灾难呢 好多人说买个富级 辟邪 买一些什么东西 说挡挡灾难 那都好使吗 那能有效吗 绝不可能的 甚至有些人说 还好 我的命没丢 甚至有些人说 我做了世界段悔改 怎么还遇到灾难了呢 我的罪和祖上的罪 那么那么的多 本该是死去的命 而做了世界段悔改 上帝首先还给我 捡了一条命 这多么的感恩感谢 我们还不懂得感恩感谢 我眼前就是死亡 或者是生命 而我还在打盹吗 听讲道的时候 还在打盹吗 敬畏是要常存敬畏 而上帝告诉了我们 我们人做不到常常敬畏 诗篇145篇 上帝告诉我们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创世纪22章 耶和华一乐的祝福 正是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能得到的 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眼前的祝福呢 圣明记30章15节 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上帝 所以得不到眼前的祝福 怎样才能敬畏上帝呢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什么呢 真言19章23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敬畏耶和华的得照生命 他必恒久知足 不遭祸患 阿们 好多人说 我今天满足了 那明天还能满足吗 这不会的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信心是使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 而使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灵里的 这正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满足 我们每个人都求在主里面成长起来 满足的程度也是逐渐的增长增加的 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好的日子 而靠着我们的努力 我们都做不到 苏联 苏联也是希望自己能成长起来 而为什么最终瓦解了 苏联都解体了 只剩下了俄罗斯了 每个国家都是 最终 每个国家不希望自己衰败 都希望兴盛 结果为什么衰败了呢 这一切都在耶和华的主权中 所以耶和华能让我们活 也能让我们死 耶和华赐福于我们 也能没收这主福 三门基上二章六节 当我们敬畏上帝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做不到常常敬畏 所以上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常常敬畏的才是有福的 常常敬畏的时候 能使我们得救恩 能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越来越好 常常敬畏上帝的时候 不会遭受灾难与救助 比如说飞机坠毁的时候 和我们没有关系 那不仅这一切 在座的各位信徒中 或许也有一些离散家族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家庭离散了呢 我们的祖先犯罪了 爷爷奶奶父母 爸爸妈妈犯罪的时候 家庭就分散离散了 这就是成了恶人的时候 遭受的灾难与救助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家庭是婆母 是聚在一起 不会离散的 我们敬畏耶和华 使我们得祝福 而这敬畏一定是常常敬畏 上帝告诉我们 常常敬畏我们做不到 而上帝告诉我们 如何才能做到常常敬畏 我们找下耶利米书三十二章 再说各位弟兄姊妹 遇到问题了吗 有些信徒说 哎呀 我家孩子辛辛苦苦养大 怎么还最终离开我们 大家赶紧认罪悔改吧 正是因为大家的罪过 使儿女离开大家 好多人很痛苦 说家庭分散了 那怎样才能使家庭和睦 聚在一起呢 当我们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的家庭 聚在一起 和睦在一起 这是非常庞大的允许 使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上帝的话语 而我们却不认识 通过平安牧师 给我们教导的上帝的话语 我们却不懂得珍贵 我们却不懂得顺从 光去背诵 背诵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是自己害死自己的 真言二十六章九节 背诵圣经话语的人 都会疯的 所以好多假的教徒 心里没有上帝的话语 光来背诵 然后呢 发现背诵了 对自己也不好 就开始就记下来 然后边 边看边读 上帝的话语 进入到我心灵里了 这才是信息 约翰飞五章三十八节 上帝的话语 在我的心里 如实地运行 如实地显现出来 这才是上帝的爱 铁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 我们看这个人有没有上帝的爱 就看这个人心里有多少上帝的话语 其余的都是人情 都是穷欲而已 那不叫爱 大家要分清什么是真实的爱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三十八三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 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 阿们 我再来读一遍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怎样他们才能做我的子民呢 往前读就有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怎样上帝才能做我们的上帝呢 紧接着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就是一心一道 一条心一条道 什么是一心一道呢 这同心同道是什么 同心同道就是信心 这是耶稣基督 大家知道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如果缺少了基督就成了假的 哥林德后书三章十四节 再次的各位一直以来听的都是假的讲道 听假讲道听得太多了 所以不分辨 听了假讲道是会死的 这太心痛了 上帝告诉我们什么是一条心呢 我们先找下一副所是一章十节 基督使我们成为一条心 一条道 同道是耶稣 耶稣是这条道路 一心一道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正是信心啊 这信心 创世纪十二章提到了信心 这是出发点的信心 当我献出生命来顺从上帝话语的时候 就是敬畏上帝 创世纪二十二章 从开始的信心到敬畏 才是完整的信心 而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给大家讲了太多相关的内容 大家总是不领悟 也不顺从 从上帝那里我们领受这么多话语 我们却不顺从 不如实地做 结果总是没有打好根基 总没有站在根基上 这多心痛啊 怎么这个样子啊 我瓢牧师有时候真的是很心痛 光我瓢牧师领受这么好的话语嘛 那如果患上是不好的人 不希望别人好 光自己要好 而上帝的爱不是这样的 上帝的爱是让身边的人更好 使大家比我更好 这是上帝的爱 要把好的一切全分享出去 而大家却不懂得什么是珍贵的 不懂得这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珍贵 很不屑上帝的话语 结果总是连根基都没有打捞 连基础都没有 真切的祝愿 大家的心愿能得到实现啊 真的好心痛啊 有时候我瓢牧师真的很着急 很心痛 我该怎样 大家才肯领受呢 大家的爱太缺少了 敬畏 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做不到常常敬畏 为什么呢 只要做到常常敬畏 能领受祝福 而我们却做不到常常敬畏 而只有常常敬畏的时候才能得到祝福 这信心 信心的最高顶点就是敬畏 常常敬畏就是信心的最高顶点 就是最高峰 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敬畏正是使我们领受烟花以乐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祝福 这多好啊 常常敬畏使我们领受祝福 使我们领受烟花以乐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祝福啊 相信今天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 上帝始终让我们能行 我瓢牧师什么都做不到 而主能做到一切一切 以福所述一章十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阿们 无论在哪儿 无论在哪儿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洗罪认罪 做出这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同归于一 当今我们国家的政治 国会里都要搞好统一 每个党派各喊各的口号 但是心里却始终没有合一 始终没有统一起来 在过去 里朝王史那年代 也没有做到统一 现在也没有统一 唯独基督使我们统一 唯独基督使我们 合一合目 唯独基督使我们 成为一条心 那这条路在哪儿 约安福音十四章六节 唯独耶稣是我们的道路 耶稣和基督是一体 基督耶稣是一位 基督就是耶稣 基督和耶稣永远是在一起的 提摩太前说二章五节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敬畏上帝 敬畏就是让我们能去天国的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越来越好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节 在这世上好多人去算卦 买伏击要抵挡灾难 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唯独上帝为我们抵挡住灾难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为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 那么大家和我们也要敬畏上帝 使我们的儿女不遭受灾难 使我们越来越好 使我们在这世上很顺利 工作上也很顺利 使我们的心灵是平安的 在这世上没有平安的道路 在这世上钱越多 反而担心忧愁也越多 在这世上越升职 做高官 那晚上也睡不着觉 很是担心 很是忧愁 而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得到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忧愁的祝福 唯独敬畏上帝使我们去天国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敬畏上帝的心呢 我们的心要成为一心一道 这时候上帝使我们敬畏上帝 我们呼喊阿门 我们再回到耶利明书32章38到39节 我来读一下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上帝 当怎样的时候呢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做四阶段悔改 成了一条心的时候 做上帝的子民 上帝在哪 上帝是在四阶段悔改里面 格里多后书5章19节 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 这一心一道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以福所说二章八节 这信心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一条心是靠着基督使我们成为一条心 这一条路 一条道是靠着耶稣使我们走一条路 所以耶稣基督 基督耶稣就是一心一道 马太福一章一节 一心一道正是靠着基督 使我们找回家谷 这正是信心 马太福一章一节 我们心里有了这信心 找回了家谷 使我们内心有了一心一道 这时候是敬为上帝的 我们内心存一心一道 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 这时候 使我们 得到祝福 使我们的后孙也得到祝福 上帝让我们常常敬畏上帝 常常敬畏 这一心一道 我们常常做不到 我们心里常常做不到一心一道 那怎样才能做到常常敬畏呢 就是要常常做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宝血 常常认罪 洗罪 进入到基督里 遇见主 使我们与耶稣同行 走向一条路 这时候 使我们领受祝福 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越来越好 为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救助 真切地祝愿大家和大家的儿孙 来领受这么好的祝福 我们呼喊阿门 这正是敬畏上帝呀 敬畏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谁能得到祝福 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孙呀 不是光我自己 是我的后孙也能得祝福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后孙也能得祝福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使我们的后孙也得到祝福 使我们的后孙也得到祝福 不仅我得到祝福 使我的后孙也得到祝福 第四十节 我来读一下 大家听了也要领受 读了也要领受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 必随着他们施恩 并不离开他们 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 不离开我 上帝赐予我们敬畏的心 使我们不离开上帝 离开上帝 背叛上帝的 当我们不敬畏的时候 就背叛离开上帝 我们做私就当悔改 直到敬畏上帝为止 而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 就犯了悖逆的罪 走向败坏 而我们不背叛 不离开上帝呢 这时候使我们和我们的后孙 得到祝福 第四十一节 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 必欢喜施恩啊 上帝必欢喜施恩 以欢喜施恩的时候 上帝喜欢什么样的人 罗马书十四章十八节 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做自己的悔改 服侍基督的时候 得到上帝的欢喜啊 大家知道恶人 上帝也给恶人降豪雨 恶人有了钱 反而担心忧愁 恶人有了名誉 就有担心和忧愁 最终落一身疾病 最终临死很惨痛 而恶人所积攒的一切 都是为义人所预备的 真言十三章二十二节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到底要怎样生活呢 要怎样度过这一生呢 我们说哎呀 这个人这生平做了很多事情 恶人做再好的事 恶人做再多的事 最终是留下灾难与咒诅 害死子徒三四代 真言十六章四节 成了恶的道具 是很惨痛很凄惨的 好多人说我现在成功了 我有很多钱财 有了很大的名誉 但是我心里不平安 这时候赶紧领问 我是个恶人呀 上帝必欢喜 施恩与他们 要尽心尽意 成成实实 将他们宅于此地 阿们 相信这祝福要降在我们国家 相信这祝福要降在我们 在座的各位每个人的家庭上 我们要领受这祝福 我们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每个人都要领受这好的祝福 当我们怎样的时候 当我们敬畏上帝 那些一心一道敬畏上帝的时候 就是我们做四周段悔改的时候 常常做四周段悔改的时候 才能领受这么好的祝福 好多人有很多的钱 结果成了钱的奴仆 而好多人有很多的钱 却懂得支配管理 不会被这钱所支配 真言二十二章十节 在这世上我们说 亲家户有千个担子 而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是没有担心忧愁的 因为上帝赐予我们祝福 让我们把一切交托给上帝 这是照着上帝的话语生活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敬畏上帝的人 是心愿得到实现的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敬畏上帝呢 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 使我们做上帝的百姓 而我们为什么没有做到呢 这就是各位 为什么现在不顺利呢 当时这以色列百姓 成了巴比伦的俘虏 都分散在各国了 然后当时这个时候呢 是又重新聚在一起了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曾经敬拜偶像 如果我们拜偶像 敬拜其他的神的话 国家就会被粉碎 被其他的国家侵略 好多人当时被日本人侵略的时候 被迫逃到其他的国家 好多年轻妇女 好多年轻妇女 甚至人家妇女 都被 都被糟蹋了 这一切都是当我们敬拜偶像 离开上帝的时候 背叛上帝的时候 耶利米诗三十二章 三十三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他们以背向我 不以面向我 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 他们却不听从 不受教训 阿们 上帝赐予我们 这些段悔改的奥秘 上帝给我们传了 这基督奥秘的福音 使我们敬畏上帝 使我们和我们的子群领受祝福 而我们却不听 总是不听 反而背对着上帝 第三十二节 也有记录 第三十二节 这是很可怕的 非常可怕的 我们走向败坏 为什么家庭离散了 这时候都是假牧师 没有一个真牧者 都是假教师 假牧师 我们国家遇到很大的危机 我们国家的现实状态 假牧师多的时候 国家就会粉碎 家庭 百姓的家庭 都是离散家庭 很是痛苦 很是凄惨 我们家庭离开了 家庭分散了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甚至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的将来 我们的后孙 会不会成为离散家族呢 第三十二节 大家可以读一下 好多人自以为是个牧师 结果都是假的牧师 假的教师 我嫖牧师讲实话 真切的劝勉 每一位在座的各位 再加上我们国家 所有的做牧者的牧师们 我们要敬畏上帝 要靠着基督的保血 洗罪认罪 做四季段悔改 一心一道敬畏上帝 而大家却不领受 这真实的含义 还听不懂 上帝是让我们 在基督里造就起来 而我们连根基都没有打牢 连根基都没有 甚至连基础都没有 唯独敬畏上帝 使我们活 而且是要常常敬畏 今天 夫妻之间想离婚吗 没有人想离婚 为什么最近 这么多人都在离婚了 在一个时代生活 为什么都在离婚 离开家庭 成了离散家族呢 这多心痛了 父母离婚的时候 这伤痛就残留在儿女身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给我们讲了上帝的福音 我们却不听 上帝赐予我们 四季段悔改的奥秘 我们却不听 这时候就会离散 成了离散家族 家庭破裂 成了离婚的孩子 把孩子们 心都伤痛了 我们以为这是别人的故事吗 我培养牧师很是心痛啊 这不是别人的故事 这不是别人的事 都是我们自己啊 我们要怎样生活 才能过上为人的生活呢 我们要敬畏上帝 当我们敬畏上帝 说我们去天国 为我们抵挡一切的灾难与咒咒 而大家为什么不愿意敬畏上帝呢 哪怕现在也有很多人 已经家破 家庭破裂 甚至家庭离散了 耶利米书32章32节 我们读一下义二 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一切的邪恶 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 首领 祭司 先知 并犹大的众人 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 惹我发怒 阿们 做首领 做君王 做祭司 做先知的都成了假的 不领受司 这段悔改上帝的奥秘 并不敬畏上帝 结果就沦落到这种地步 成了巴比伦的俘虏 在现实生活中 家庭都在破裂 成了离散家族 那么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怎样呢 大家怎么连一点爱人如己的心 都没有 不爱人如己能去天国吗 敬畏上帝一定是要爱人如己的 我的心愿为什么没有得到实现呢 因为我并没有敬畏上帝 上帝很明确告诉我们 一心一道我们做不到 常常敬畏我们做不到 所以上帝劝导我们 让我们常常敬畏 常常不住地祷告 耶利米书32章38 39节 我们刚才也读过了 上帝是赐福于我们的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离散的家族和睦起来 重新聚在一起 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把耶利米书32章全章 从一节开始好好读一下 领受上帝的话语就不会离婚 为什么当今的社会这么多离婚呢 为什么儿女结了婚又开始要闹离婚呢 正是因为我们违背上帝的话语 不听上帝的话语 光顾着去听假先知的话 甚至爱去听假的讲道 并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的奥秘 这基督的奥秘 四季段悔改 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 使我们存一心一道的心 我们却不爱听 当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洗罪认罪 就是这段悔改的时候 我们和我们的儿孙能领受祝福 耶利米书32章40到41节 好多人把孩子们送到海外 说要多寄钱 全能者赐福于我们的时候 上帝赐福于我们 跟随着我们的儿女赐福 我们正确的生活吧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 上帝赐予了我们庞大庞大的奥秘 唯独我们内心存一心一道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敬畏上帝的心 当我们敬畏上帝的时候 上帝使我们领受烟花以流 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好的祝福 使我们去天国 使我们越来越好 为我们抵挡住一切的灾难与咒诅 我们一起呼唤阿门来领受这祝福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我们向你告白 我们现实生活中 每个家庭都在破裂 甚至家庭离散 每个儿女身上都带着伤痛 都在流泪 而我们还不领悟 我们还不领悟 还不认罪 上帝就是整个百姓 成了敌人的奴隶 我们说是要渴望去天国 而我们却丢掉了一心一道 敬畏上帝的心 反而去听假先知的讲道 当去听假的讲道 结果毁了国家 连累了国家 而且还同时在敬拜偶像 敬拜其他的假神 这时候惹了上帝的怒啊 这时候就做 敌方国家的奴隶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求主饶恕我们 这无知愚昧的人 我父啊 我们向您告白 我们真的是连动物都不如 真的是不知羞耻啊 当今再怎么 自以为有慰望的人 其实都是在毁自己 毁了国家 求主使我们真实地认识到 上帝的话语 使我们常常敬畏上帝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做四季段悔改 内心全一心一道的心 使我们常常敬畏上帝 使我们和我们的后心 领受上帝赐予我们的祝福 使我们得到救恩 使我们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来呼唤主啊 来认罪悔改 一二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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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杨寺剑决結 gu 中了 新商美 浅 我们是杨寺吗 kle reads musique Л